作为当红的超人叫五项陆寒 从音乐到电影每部作品都能够引起热烈的反响 如今他也将事业的版图拓展到了电视剧领域 作为他的第一部电视剧 第一部古装剧也是第一部有感情戏的剧 小陆在片场的状态也是让大家十分期待的 8月10日正在恒电热拍的电视剧 则天际首度开放了媒体探班 陆寒 古丽纳扎 曾顺希 吴茜 许玲月等一众主演 细数着细服亮相 少度尝试古装造型的陆寒 身着一起把衣术发披肩 稳稳而哑又不失活力 也是帅了大家一脸呢 可虽然衣服很好看 但是要在恒电最热的时候拍戏 也着实让小陆很受苦啊 特别热 特别热 主要因为对古装嘛 穿的衣服也多 而且恒电那边天气 就是太阳比较暴晒 很快就黑了 就怕不接起 不用小陆说 就看他在接受采访时 都要不停擦汗的样子 也就知道他有多热了呢 可是为了拍摄进度 小陆也是拼了呀 每天都来喝 护香正气水 护香正气水啊 为了不中手 因为怕影响进度 拍戏如此敬业 真是要给小陆 点个大大的赞了 虽然是第一次演古装魔幻剧 可是小陆可一点都不出哦 女主角那扎都大赞 那相当专业呢 拍电视剧的战线太长 小陆还特地把自己养的两只爱猫 带到了横店陪自己 每天拍戏忙 猫猫却在家想清闲 小陆也是无奈笑颜 他现在过得还不如猫呢 值得一提的是 小陆的这两只爱猫 一直叫大灰 一直叫小黄 这名字也是随意到不行呀 摊起爱猫名字的由来 小陆也是有耿直哦 不是因为主要是我 一开始有起过名字 但后来因为发现 叫他们名字没有用 他想理你的时候就理你 他不想理你就不理你了 所以我就随意叫了 看心情我也看心情叫他 看心情叫他